妈 我回来了 妈 姑娘 你回来了 哥 你也在家呢 那会儿跟我回来 哎 杨绿 你这提的什么 这不是妈肠胃一直不好吗 我给妈买了点养胃粥和补品 妈 你看看 这个合不合你的口味 好 给你婆婆买了没 妈 你不用管她 她在家里什么都不缺 我在家吃的好 睡的好 我也什么也不缺 为什么要给我买 妈 你看你说的 我这做女儿的不给您买 给谁买呀 可你光知道给我买东西 怎么不给你婆婆买点东西呢 妈 我们天天住在一起 你不用管她 我不管你们住在一起不住在一起 你给你婆婆买点东西是应该的呀 是啊 小妹 妈说的对 这点理数咱们还是要懂的呀 你婆婆也不容易 一年到头给你们看孩子 妈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 妈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 这婆婆呀 也是妈 我这买不买东西都无所谓 我这买不买东西都无所谓 你婆婆那儿呀 必须买 妈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我怎么就管得多了 我怕以后没脸见你婆婆 怕别人笑话我怎么教育的孩子 小妹 妈平时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呀 对待双方的父母 咱们要一视同仁啊 看你们说的 我就回来买点东西 我还买错了 妈 就你的想法和做法 以后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了 把你的东西拿走 妈 小妹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咱先不说这个了 你先消消气啊 哎 从小到大都是你护着你妹妹 可是她今天 哎 妈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回去给我婆婆买 姑娘 回来 人们都说 婆婆不是妈 篱包不是墙 那都是过去的说法 可是现在的婆婆呀 远远的剩余了亲妈 她们在家里 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 亲妈再好 她也帮不了你什么 现在的婆婆呀 她要求又不高 只要你给她个好脸色 她就再苦再累 也心甘情愿呀 妈 以后我会好好对我婆婆的 我现在就给她回去买衣服 哎 小妹 尽孝也不再这么一时 啊 今天就晚回走 哥呀 亲自下厨 给你做好吃的啊 哎 我现在都留着我 一个人来说 看看我的脖子 我今天就留着我 我次开击的 我会死在后 我爸爸叫你 我让你去无脖子 我刚才不完美 这么做的 什么事